主料,面粉2碗,猪肉150克,莲藕50克,主料,酵母1匙,白糖半茶匙,用餐人数,1-2人,猪肉剁成肉末,加盐,酱油,生粉,胡椒面拌匀,莲藕切成细末,倒进猪肉末搅拌均匀,取半茶匙白糖放碗里,倒进1碗开水,把糖化开,等水量至35度左右, 把酵母放进水里化开,取一大盆,把面粉倒入,酵母水淋在面粉上,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,把酵母后的面粉揉得光滑不沾手的面团,然后收缘放碗里,盖上盖子或保鲜膜,静置一小时,发酵完成,撒上少许的面粉在发好的面团上,再次揉成不沾手的面团,分成几份,取其中一分搓成棍状, 然后切成小块,每块重圆后按点,改成中间后边上薄的圆形面皮,取一块面皮中间放上肉馅,做成包子形状,蒸隔上放上湿纱布或绿米叶,把做好的包子皮放在上面,要注意留点空隙,醒10到15分钟后再放入锅里蒸,大火把水烧开后,把醒好的包子放进锅里,蒸13到15分钟,蒸好后,不要马上开开, 蒸5分钟后再开盖子,这样包子就不会出现回缩,烹饭技巧,鲜香的猪肉夹杂着脸藕的爽脆,与外面全肉的小笼包相比,自由并一般风味,而且多吃几个也不会太油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